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所以今天就要去学校 因为有一堂复习课 他就会告诉你 考试会考什么 虽然这次考试的时间空超多 可是 我还没有开始读 到了 希望还有位 因为他说只可以200个人 然后感觉 全部人都会去 如果超过200个人 就不可以进去了 今天 还要来得够早 上晚课 现在超想睡觉 因为他课两个小时 然后刚刚那个字又超小 看到眼睛超接通 这星期又突然变冷 而且最近又是大太阳 因为这里冬天的时候 不会很冷 结果还是蛮冷 没有失望 天气好的时候 就会不想回家 来要来买薯条去 只是关门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每次就会突然很想吃薯条 才开到三点半 没有薯条 所以就只好来这里吃香蕉 不来想在这里吃 可是上面太多鸟了 非常的危险 这里上面也没危险 有树 可是还是这么多 这么肮脏 所以看起来这个好地方 上面应该也没有什么鸟 相较有点长半点 本来也不想这么长回家 可是明天要做工 所以还是倒点回家 比较安全 要来买铅笔 不然 考试都没有笔用 可是铅笔全部都超贵 这个好了 最便宜的 还有一支笔 因为上次买的笔 非常不好写 不然每次考试的时候 要写超多字 手就会超酸 结果我会吃意大利麵 因为也有方便又好吃 所以我都吃不腻 来这里不用吃了多少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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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